就在教育部部长马智里昨天坦诚 承认同考并不容易之后 财长兼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今天发文告强调 承认同考是西蒙的竞选宣言 必须要实践 行动党领袖也曾多次在内阁 提出承认同考的必要 林冠英也承诺 会在这个星期召开的内阁会议上 询问教育部 今年底之前 向内阁成交承认同考最终研究报告的时间表 有没有变动 他知道他提到自己在最近一次内阁会议 提出了同考课题时 马智里承诺会在年底提交报告